直線加速 上一秒拉高起飛 奔向天際 土耳其自製的第五代戰機可汗成功完成首飛 让全场的机组人员好激动 互相拥抱 洒水庆祝 因为这架可汗战机对土耳其来说意义非凡 刻汗战机无论是机身外观 科技配备都对标美国F-22战机也新可见一般 它具有第五代战机的特征 那它有一点像美国的F-22战机 然后也有一点这个F-35的这样子一个特色 就是它没有办法完全达到真正所谓的全方位逆中的效果 排气口的部分并没有这种所谓的遮蔽红外线这样子的设施 那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设计 虽然科汗战机身杂约26亿台币 比F-35还要贵 段传扎认为引擎排气孔仍有缺陷 限制了科汗战机整体性能 但对于无法取得第五代战机的国家来说 像是巴基斯坦 乌克兰都表示高度感兴趣 被誉为逆中型F-15的可汗战机 能否持续完善性能 如期在2030年陆续替换F-16战机 受到全球高度关注 三选周淑慧 刘富慈综合报导